把上面切掉 這麼多勞寶石街的車 打卡 Carrera GT Carrera GT Carrera GT 50週年 50週年 各位早安 啊怎麼又他 連續兩次 等一下 不同台 品川 上禮拜是橫冰車牌 今天是不同台Carrera GT 太屌了 嗨各位 今天有個活動 就是寶石節的75週年的活動 話不多說我們先追好了 Dude you wanna get in the car? 你要追蹤嗎? 為什麼不 嗨 我們現在在去那個活動的路上 欸有一台好可愛的菲亞特 菲亞特500 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到汽車這種東西 你看超好笑的 有 好可愛喔 我們到了 你看這台寶寶欄993 但是這是VIP體驗場 我現在都偷拍了 現在上他們的接波車了 你看這停車場超多車 然後那裡還有一台水藍色的G7 Turbo S 敞篷 好丟 我們現在要進去 他在送這個 這個 OK 我們到了 我們進來真的 我們真的進來了 我們拿到我們該拿到的東西了 光門口就停一堆耳車 996 G3S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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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S 然後這台警察911 我一直想看到這台 我終於看到了 這原本就是警察車 然後後來推移下來 被民眾買走 這台是警察車嘛 所以不能上路 他是等於是報廢車 這車主 為了讓他上路 把這台車運到美國 在美國掛牌了 再從美國再運回日本 然後就用美國的車輯去掛牌 這就是對車的愛 這是一台 Cayman GT4 然後是906紀念版 OK各位這邊版權音樂超重 但是 這裡有一個藝術家的Taycan 其實這個我們在地下室有看到 這個以外 齁齁齁齁 各位 看到了沒 寶時節917 終於不是假的了 是正的917 而且都來展示寶時節的 一定不是那種拼接起來的 一定是正917那種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他們是跟那個 我們上去那個借的 但是好帥喔 不是這917啦 看到這裡了沒 好我真的不知道他來幹嘛 但是看起來就是在上面噴漆 然後應該是有一個藝術家之類的 好我跟妳講 外面還有藝術 各位看到了沒 這一排就屌了 這一排真的屌炸天 我們先從這台開始 這台是一台964 Carrebra RS 改Strosac 就是這個Strosac套件 然後又把上面切掉 然後它看起來很像Speaster的一台 Ruby Stone的964 你看這框多深 而且這整套就Strosac全套套件 而且它也是把上面切掉 看起來你看它是Carrebra RS哦 看起來像Speaster 有個牛逼 然後我們來看第二台 寶石解酒零食 這台如果要細看的話 可以去看我之前在富士賽道那個 博物館的影片 再來是寶石解的920 Carrebra GTR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私人收藏影片 因為這是同個人的 他把它借過來站 這一台好像也是幾千萬台幣的東西啦 然後這是935 K3-80 上面寫的 By Kramer 這很有名 這台真的很有名 我相信觀眾也一定有比我們還要懂的 但是我知道的是 這是一台老935 這是一台新935 這個超屌 這是用G2RS為車體打造的 算是就是這個的後繼啦 應該這樣講 或是它的紀念車 而且這台935的塗裝 是John Player的特別塗裝 就是那個景線的那個細節 它平衡感是 很木頭的耶 這台是全賽道車 跟這個935定義是一樣的 純賽道車 然後純賽道版整台車碳纖維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台車的屁 你看你可以看到那個碳纖維的紋路 它是那種很粗 很粗糙的碳纖維 但是 也不會覺得沒質感 放在這台車上就是 屌 好漂亮 你看它沒有車尾燈 有啦車尾燈在這啦 如果你說是車尾燈的話 但它沒有 你看得出來它是一台G2RS 但同時你也 你也完全不會覺得 這是一台G2RS 然後你看這一台 欸這個935還有車尾燈耶 這兩個其實是 基本上一台 你看它內裝 它內裝也是純賽車的內裝 你看 唯一一個像G2RS的就是這個 你刷 其他東西就是 都是純賽車 但是你看在內裝也是純賽車的內裝 很扯 超扯的 我真的覺得 日本能夠變出這種神獸 真的是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的 你知道嗎 你到底是傻啊 然後我跟你講各位 這還不是最屌的 看到這三台了沒 962C 962CR 然後919Hybrid 我們從這台開始 這台車我們看過另外一台 是道路版的 不能講道路版 有掛牌的 一樣是賽道版的 但是它有在日本掛牌 也是在那個神秘收藏裡面 那部影片有看到 但這台它下場過後出來還沒有修復 它就是保持著下賽道完之後的原汁原味 然後這台962原本是紅色的 是Bingo的車 你看上面寫Bingo Collection 它的元氣是黑色 後來被人家烤成紅色 Bingo又把它烤為黑色 所以現在這台車也算是 恢復到原廠了啦 啊昨天有下雨 所以這裡有技術 你看這台車的屁股 什麼鬼 我跟你講藍色跟紅黑色看起來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這台962的屁股在這邊 其實你可以稍微看得出來 這是哪個年代的保持界 因為它有一點點 930 964的那個尾燈的感覺 可是它那一條又有點 996 93 再來就是這台了 919Hybrid 它有出過一個更屌的版本 我記得那時候出的時候 大家都傻眼 這台車真的是 好扯你看這一排的屁股 這到底是傻小 傻眼 說真的只有在日本 才能夠隨便 就可以集中出這麼多 勞飽時間的車主 一路排到後面 後面還有 超扯 而且你仔細看裡面很多屌車 我們等一下一起下去看看 那我們這排看完了嗎 我跟你講其實那邊有個 主要的那邊的車才屌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講說 我想要做付費頻道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這台車每一台我都可以講好久 可是礙於時間長度 我也不敢放太久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有付費頻道的話 我就可以很放心的 把細節全部排出來給各位看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邊的人跟我講 這是滿屌的這裡 走過來這裡可以看到這些是 來參加的民眾 就是保時捷車主 把車子停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會下去 把一些比較重點的拍進來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繞過去 我們先去看主展場 OK 我們現在走來Main Stage 他們在講話 所以可能字幕要加油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看這台 Flatnose 930 還有這台GT2997 貼成寶貝藍的997GT2 超屌的 你可以看那一裝 手排 那時候是手排 Turbo後驅那時候很恐怖 然後再來Kamen GDC Club Sport 這個也是純賽道車 所以也滿屌的 然後再來就是上次車載 有看到那台959 跟Carilla GT 帥 然後還有這台 帥哥918 918有YSAC 套件就是屌 你看那個YSAC的那個 釘封翼 就是漂亮 然後還有這裡 我跟你講 這個對我來講是今天的重頭戲 直接從這台開始看好了 這台是RWB的930 那這台這屌在哪呢 這台其實是 Daniel Arsham 他是一個藝術家 就是他做過很多 車子類似的東西 但是他主要也是 反正就跟很多東西 潮牌什麼聯名過 但他主要是一個藝術家 他跟RWB合作 改一台Porge 930出來 他昨天其實在 可是我昨天沒有來 所以沒有遇到 回到我很久以前的時候 我買過他的一雙 跟愛迪達特殊的鞋子 好隨便 反正這台930 就是Daniel Arsham的車 RWB 超帥 而且還改Slanul車頭 你可以看這台的內裝 是低分泥籃 Daniel Arsham的經典配色 白配這個籃 然後你看他的屁股 RWB A RWB Arsham 然後這個 這個跟這個 的彩繪師 都是剛剛那台 紅色964 改Speaster的 卡拉達RS做的 痛車 超屌的 91GD3 痛996GD3 好屌喔 991GD3 好屌喔 這到底是什麼幾家 我就問你 我就跟我問你幹 你看他的寶石街 這麼抖的山 他直接這樣 阿你阿我耶 好恐怖喔 各位各位不得了了 這裡順便看一下 寶石街的後面開 這裡是他們的 德江澤寶石街 再來是 卡拉RS 紅色卡拉GT 我不知道什麼是在德江 他看起來超帥的 exciting of work 反正這算是得獎車 看一下 大台高跑了 再來就是更多很噁心的車主車了 Ruby Star Carrera RS 黃色 Carrera RS 藍色 Carrera RS 跟白色 Carrera RS Taga Taga 997 T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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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DAKA 最新的 911 越野911 你看看屁股 可以走上雪 超帥 看一下細節 911 DAKA 你看他車身超高的其實 然後他內裝 就是全雞皮方盤 然後 藍色 銅椅跟藍色安全帶也滿屌的 好帥喔 OK我們現在要去看一下 車主們帶了什麼車來 但在那之前 有沒有看到這幾個字 Drift Experience 走去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客人展區 GD3 RS997 GD3997 這是GD2 RS 各位 沒看錯 GD2 RS 有在開耶 車主有在開耶 紅色的手排 漂亮 那台藍色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好了 走 能停到這裡的車齁 要嘛這 這GD2耶 我傻眼 能停到這裡的車齁 要嘛是歷代911最頂 要嘛就是經典中的經典 這個陣仗看了 誰都會傻眼吧 我不知道上面有這一大區 這裡全部都是車主車 第一台就覺得是Speedster 而且現在Goff的塗裝 超屌 然後後面全部都老保 還有一台G站還在那邊 你看這屁股 超帥 我就不說耳色了啦 畢竟這裡沒 沒一台保時捷 沒有一台 不是奇特的顏色 你看那台Kalera 這台車不是Ruby Stone 這台車好噁心喔 這台車的顏色叫做Carmen Rod 是全世界就只有一台 在日本就這一台 當年原廠選配 你看這內裝 這啥叫 超屌 而且它的椅子也不是黑的 它的椅子有點 紫紫黃黃 紫紫 紫紫紫 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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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是什麼東西 這台是Kalera RSR 這內裝也是有夠噁的 超屌的 然後這個也是噁爛 這裡買一台車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老實說 我真的錄不完 你看現在那台就有騎Turbo S 我傻眼 這什麼顏色 紅內 Turbo敞篷 而且還紅色幾皮方盤 G2RS 這是什麼東西 廠棚911改GD37R8還有寬體 Speast 這是Buster 這是Buster 我傻眼 為什麼有台Speast G2RS 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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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 HERITAGE EDITION 這什麼顏色 後面有4台RWV 我們去看一下 4台RWV 4台都不一樣風格 剛剛這台SB車我忘了沒錄到 然後那台Boxer Spider 跟一台718 Spider 我剛剛都沒錄到 我傻眼 這台車真的多到 我建議你的手錄 這台是91193GT 911GT 然後就停在這邊 就這樣 我們現在在他們的賽道上面 然後剛好兩台Ruby Stone的車 幹好帥喔 一台996 一台960 欸好像有一個座椅耶 91150週年 綜色GT3 CAMEN R 沒錯 而且這不是今天唯一一台 剛剛有看到別台 997 Turbo 我真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91150週年 我們難得可以走到賽道上 你看這個多深 這個是那種柳柏林的那種 斜的那個道路 哇靠 欸這蠻多的也好好笑 好像把車開來的上面試試看喔 應該蠻好玩的 Touring 泉水泥灰 這算水泥灰嗎 比水泥灰再淺一點 爾蘭GT3 而且土府排耶 你知道今天來超多那種 我根本沒看過的車牌 像那台星蟹來的 星蟹 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德國的車牌 的綠色Touring 它其實是日本車牌 上面貼德國 蕭光蘭的GT3耶 這不知道是不是原廠蕭光蘭 還是貼蕭光新牛皮 CAMEN R 第二台 這跟剛剛不同台喔 你可以回去看車牌不同台喔 因為剛剛那台已經開走了 現在還在50週年 這已經是我們看到的第三台 Carrera GT 這是今天車站的第三台的兩銀一紅 這是第一台車主開過來的車 但是 很明顯有在開耶 你可以看到 他那種種耶 好噁喔 310031 OK 第三十一號 Carrera GT 前波桿重口過 好帥耶 那他這台 紫色的996 Turbo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傻小 好扯 這一台 綠色的996 然後一台藍色的968 白色的前期 GT3 綠色 Turbo 997 鵝黃色卡列 版權音樂 但是 紅色的 Speedster 加紅框 我看了什麼東西 好扯喔 你看看996 他整台7紅色的 然後有GAMBARA的尾衣 但是不確定是不是正的GAMBARA 他的內裝 粉紅色的 應該是充包啦 好噁心喔 帥喔 965 好漂亮喔 這台還有一台 997 Turbo 這也是好扯喔 欸 相機拍的跟現實生活 是有點不一樣的 現實生活又再綠一點 相機裡比較藍 好誇張喔 又一個我拍不出來的 顏色的993 真的拍不出來啊 這顏色你們看起來像是綠色 我看更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前面全部都老寶 全部 都是老寶 只有一台996 其他都比96老 太誇張了 這台的編號是 190 報告 你該買一台了吧 幾千萬的車 然後這是他在外面的 標 然後還有另外一邊 我們再嘗試 9 6 4 又一台了 我們今天看到不知道幾台 這台的椅子很特別 你看它是三色椅子 跟那台凱雷達RS一樣 帥 964 在日本其實還蠻常見的 你看外面也常出現 剛剛就看到好幾台了 但是有一個 在日本相對比較少見 930 而且它有一個蓋子 可以把它整個車內蓋起來 不會弄髒欸 跟它車頭 看起來就跟一般930一樣 但是一台起來 不好意思它是 超屌的 這台Turbo 而且RUF Core 全攤行為下巴欸 有夠屌的 我跟你講這些顏色 在手機裡看 跟在新的時候 看是完全不一樣 這台RUF Look的Turbo 剛才說很稀有 不好意思 這台月台930 Speedster 在上面有照起來 可以看一下內裝啦 它印象改過 手牌的 漂亮 SPEASTER真的很漂亮欸 老實說 好了我們走到鏡頭了 看完了全部的保時捷 再來就讓它們出去吧 哇 你再給我認真 我聽錯嗎 問題是 不介意 我可以在船上 第五港 OK 我們畫面一轉 直接來到 這次就對 已經回東京了 今天真的太累了 我們一離開那個寶石街的展場 直接倒在路上 就沒那麼誇張 但是我們回來的時候塞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你看 天直接暗掉 我們從五點多出發現在已經快八點了 真的是有點誇張 但是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沒想過寶石街 所以75週年還在日本辦這麼大 因為它說實在沒有什麼放消息給對外 我們也不太知道裡面有什麼車 所以今天進去我們看到 那麼多車主的車去參加真的是傻眼 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這麼多台 特殊車 限量車 尤其是老寶 全部都是老寶 一堆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奇蹟一堂 不管在日本還是哪裡 全世界加起來 我真的沒看過破千台寶石街 我真的覺得寶石街是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東西 你乍看之下覺得它就是一台寶石街 可是你細看你就會發現真的好多那種 根本注意不到的細節 所以我真的越來越開始注意寶石街 但是好啦 自己就到這邊啦 大家都累了 回家休息 如果喜歡這邊點個讚 有什麼問題下面的連工獎我們都會回答 如果要支持我們的話訂閱下去 然後 之後 最近又有屌題材 真的是每天都在屌題材 但是 各位請期待啦 我們先這樣 來 我們終於走到 他們停車的最頭了 還記得我們剛剛在鏡頭拍那個 蛇行線嗎 嘿 就這兒 我們回來了 我們繞一整圈了 在小貨卡的高度跟 那種大卡車一樣高耶 但是只有高度 沒有寬度 來看一下旁邊 哦 超白癡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 哦